各位好,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潘市民 首先我先表明一件事 我是絕對支持這個禁止蒙面法的 還有我見到今天這個委員會 當中有很多人士已經講了很多法例、規則、外國的例子 這裏我不講 我只是講一些我和朋友當中對話、緝錄或者個人意見 首先我會區分一個和平抗爭者和暴徒的定義在哪裏 還有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慫恿一些市民去做他們的和理非行為 他們所謂的和理非和我了解的和理非是不同的 他們所謂的和理非和我了解的和理非就是和平理性地去合法地舉行他們的和平集會遊行 去表達他們訴求 這是以往一貫看到的場面是前段 後段是非常暴力地去抗爭 那些暴徒我看到由7月1日开始去破坏立法会大流 所有的暴力行为的人士通常都是蒙面夫妻 为什么政府要更紧急地去立列蒙面发呢 主要我相信是禁止一些觉得蒙面了 而可以逃避法律责任的人士 我也和朋友聊过一个例子就是 既然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 羞恿一些年轻人去做这些行为 为什么他不叫家人自己做 叫自己的子女去做呢 而羞恿一些中学生小学生去做 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么和平这么自由 试问一个普通市民 你走到那群full gear蒙面的人士 跟他Selfie 去一个网上直播Facebook 有什么后果 我看到的是男的被人咬打 女的被人抢行 抢他手提电话 Delete了短片 包括被人大肆手里非礼 这个是我在电视看到的画面 还有你们这么向往外国的所谓制度 我看到吴美法不是香港独有 外国很多地方都是会有 包括美国 你们永远都是把这些美观化 把暴徒搞为烈士 无了面就无敌了 应该是吧 你们是出人来的 正义朋友吗 不是这样的吧 多谢 再来 对 我问你 就是 感谢观看